这个礼拜的话基本上我们大概讲了两个范例嘛 一个是爬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 然后呢另外是爬什么 就是把大乐透的历史资料改一下 改成去抓那个什么 抓那个交通部的嘛 那个网站 那可是如果说呢 我假设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如果不是透过自己撰写成 因为我写出来成是分享给各位有个范本 但是如果将来你没有这个范本的话你怎么办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试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用QRGBT帮你把城市产生 我后来发现QRGBT产生出来的城市 其实也不会太差 那我有把那个城市试着做做看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在IE物件爬取交通部的统计查询网里面 那我有试着爬什么资料呢 爬另外有个地震相关的 有没有像这个地震的总共 我是抓所有地震的相关区域 好像八个区域吧 然后从一百年之后的话 它的相关的数字 那当然我是希望说 请你帮我爬什么 爬那个请QRGBT帮我做什么事 请你帮我把这个网址里面的资料 把它写出一个VBA的爬虫层次 OK 所以我就写出来 我可能叙述的方法 大概就类似这样 请帮我用 而且我还指定用IE物件 当然你可以用别的物件 只是说呢 我觉得目前好像IE物件比较折中 OK 然后并且帮我撰写成VBA程式 然后将刚刚的网址贴上 这个底下的网址 实际上就是这一串网址 把它复制 请帮我把这个网址里面的内容 汇入到ECL当中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撰写VBA程式 所以我把这一段直接放在那个什么 那个QRGBT里面 后来我发现它真的给我一个答案了 我试一下 我发现可以耶 为什么呢 里面的话 或者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在QRGBT里面 当然QRGBT 进去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把它问一下 然后 现在好像可以不用登录啦 不过还是登录一下 OK 用Google登录一下 那登录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就这个 那我把刚刚的问题 那你们可以自己用口语的方式 那关键就是说 我希望它帮我撰写什么样的 用什么物件写出来的什么程式 那未来如果你要写Python 或者写Java 你都要不要改一下而已啦 OK 然后网址的部分后面的话 就是把那个网址贴上 然后最后的话呢 请它最后的目的 就是汇入到ECL当中 那把这个叙述 把它贴 把它写在那个QRGBT上面 那当然呢 可以得到一个最后的程式啦 OK 而且它蛮贴心的 它还会跟你解释说 什么IE IE物件什么 OK 然后呢 并且帮你把这个程式呢 逐一逐一的写出来 OK 然后写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看一下 不过有些地方 我觉得写的不太OK 可以改 那最后的话呢 我把一些可能不需要的东西 把它删除之后 最后得到的就是在云端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段程式嘛 其实你们是可以拿这个来试试看好了 就这一段 Ctrl C OK 假设吧 因为它每一次跑出来结果都不一样 那如果每一次都要再去适应 那我就找有一次我抓到的这个程式码 那这个程式码的话呢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七页 就是第四个单元里面的那个用IE物件爬取交通部的统计查询网里面的第七页这里 OK就A这个地方就是他回答的这一段 那基本上呢 我大概把一些东西去掉了 哪些地方去掉 第一个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这个SUB下方 其实它基本上都会做很多的物件或者是变数的宣告 那跟各位讲 其实99%的状态这些都不需要了 因为VBA里面 它的规则里面是可以宣告变数的类型也可以不宣告 如果不宣告的话呢 它会自己帮你去找出一个合适的形态给它 那如果不宣告跟宣告都可以的话 那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会想说 那我干嘛浪费时间在宣告这些物件的动作上 所以呢我就尽可能把这个删掉 OK 理论删掉应该没有关系 然后呢 我把这个程式呢 基本上我把它先贴上来跑跑看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一样 开启VIO BASIC 然后把自烧放大一下 大概是12号字差不多 那我们之前有写了一个下载啦 不过我不用下载 我用它给我们的看看好了 OK 这一段 OK 那我把它贴在哪里呢 贴到module里面的 打开module里面的sub的下方 OK 比如说我假设了 我就利用 我之前产生的这一段 比较同意一下 你们就用这一段好了 就是在第七页的这一段 A冒号下方 Ctrl C 一下 然后我把它怎么样 贴到这个我们的module里面 它给的名称叫什么 Import Data from Website 那当然你这个名称也可以 如果你不喜欢英文名称 你可以改个名称 改成中文都可以 这个名称是支援中文的 OK 那我暂时不改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其他部分的话 理论应该就OK啦 其他我大概解释一下 但第一个这个应该前面讲过啦 Create Object 其实就是把什么呢 浏览器把它外挂到Exail里面 Exail本来没办法上网的 但是你可以藉由IE浏览器 变成可以上网 那可是要上网 你要跟它讲说 你的网址在哪里 所以这个有个Navigate 有没有 Navigate实际上就是连到的网址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其实是可以修改这个网址啦 然后后面这一串 那底下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叙述叫Do While Do While后面加一个loop 实际上就是回圈 不过回圈的方式 你说老师那For回圈也是回圈 那Do While回圈有什么差别 For回圈有没有发现呢 通常我们是For I等于E 不是E to 100 那你会发现 For回圈通常是有一个范围的 比如说你知道开头你也知道结尾 那你可以用For回圈 可是如果有一种情况是说 你根本不知道范围 而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呢你这个地方是当这个什么 我们IE浏览器还在忙碌的时候 或者他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等待他 所以Do Event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事都不做 就等 那为什么要等 因为浏览器不是要先打开 除非你电脑是超级电脑 或者你的频宽很大 马上不到一秒钟 不过还是要等 所以如果当他的网页的资料 还没下来之后 你就不应该做后面 因为你会抓不到 因为他根本就白了嘛 里面没资料 你去抓一定会失败 所以这个叙述的话呢 就是当他已经把资料下载之后 你再去做后续的 那你说老师那之前我们怎么做 其实之前我是让他等三秒钟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之前好像写的是 让他application 有没有 点wait 不过这个会有一个漏洞 就是说三秒钟 如果网页还没有完成 就会失败 然后我之前有跟同学说 那改五秒钟 也是个方法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你要一定要写 因为这个好处是就一行 刚刚要写三行 OK 但刚刚的写法老实讲 比较安全 OK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 所以这个可以学起来 OK 然后底下的话呢 其实最大的关键 我觉得他这个写的比我写的还好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需要知道 一个标签名称 叫做table就好了 而且table要第几个 第几个呢 像那个地震这个 我记得他原来好像是 这个不是给1 他是给0 因为chargept好像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 他这个地方是丢一个bug 那你说老师那0跟1有什么差别 好像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知道到底你要的资料是在第几个表格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呢 按滑鼠右键检查 那找到这个table的位置 点两下 把它Ctrl F Ctrl F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我要寻找这个网页里面 HTML里面到底有几个table标签 那标签记得一定要是小于符号开头 OK 那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出现什么讯息 总共有几个 所以也就这个HTML里面呢 总共有两个table标签 Total啦 那你目前的位置在第一个 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在第几个 这个地方你其实可以透过上下键 往下 有没有 目前是总共两个 目前在第二个 那第一个在哪里 第一个在上面 第二个在下面 OK 那你说老师那上面明明不是表格 他为什么也把它当表格 因为表格我前面讲 表格不是只有放资料而已 他还可以拿来排版 所以上面的区域有没有 像什么单位冒号次 然后什么油感地震 表格冒号 这个其实是 把它拿来当什么 放一些那个开头的相关资料 有点像排版 他其实也是个表格 所以两个 那你说老师那如果我今天抓错表格会怎么样 我们来跑跑看就知道 如果我用零的话哦 那他就会抓到哪里的资料呢 抓到的就是上面这个表格里面资料 那把它抓下来 那底下的话呢 我觉得他这个写法还蛮OK的 蛮好的 因为之前我们还要去抓 除了Table标签之外 还要抓TR TR的列 TableRAW 然后还要抓TH或TD 光这个我看应该很多人头晕了 但是他写这样的话有个好处 他不是用TR跟T 它是直接所有的RAW 所以他又多了一个找那什么 找那个Table里面的一个属性 叫RAW 点RAW 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可以特别学起来 OK 那这个点RAW 顾名思义啦 就是说不管 反正里面有几个 你不要抓TR标签 你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透过TR的物件里面 就可以找到有多少列了 那我for each的话是说把每一个啦 每一个列通通抓出来之后 放在前面的这个RW变数 那意思是什么呢 每一个每一个抓出来之后 然后每一个每一个做处理 好那这个是处理列的部分哦 那底下是处理蓝的部分 因为一个表格嘛 反正是一列对吧 那一列里面的会有很多个储存格 其实就很多蓝 那底下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在把这个列 里面的每一个Sales Sales的话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储存格 其实就用这个来代替TH或TD OK 然后把资料通通抓出来之后 再把它里面的资料呢 循序的Innertest 通通抓到哪里呢 抓到储存格里面去 OK 然后分别就加一加一 加一的话就往下 J加一的话意思是向右一蓝 I加一的话就是向下一列 OK 有没有 这样不就一个一个 然后就再向下一列 一个一个 有点像 不过它跑很快啦 所以你其实一下就跑 我试试看好了 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OK的 但是它会先跳这个浏览器 出现了 你说老师有抓出结果来 但问题是得到什么呢 单位冒号次 这个好像有熟悉耶 有没有 它做到什么资料 它做到上面的资料 为什么 因为你给的table是给哪一个 给的是刮符0 刮符0的话 因为所影子从0开始 所以意思是抓第一个表格 那如果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要抓正确的表格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很简单 这个地方我想 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经验 OK 如果你假设连这个都看不懂的话 QRGBT给你的程式 你可能没办法用 OK 只需要做一件事 只需要把这边刮符 改成1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应该其他都OK的 执行一下 诶 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资料呢 就通通下来了 OK 我觉得它现在写的还蛮OK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里面应该是 经过深思熟虑过的 感觉好像真的就是一个专家 在背后帮你 找到应该是最好的答案 不过 你不是说完全都 什么都看不懂也没办法 目前AI还没那么厉害 可以让你什么都不学习就会 应该没这道理 所以以后你看到广告只是说 你什么都不要会 只要AI就可以搞定一切 这一定是骗人的 目前啦 OK 但未来 未来我觉得再怎么样 好像你总是要知道 到底你要有一个意志 你到底要什么 OK 所以呢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把这一段程式 这一段程式嘛 我基本上其实也没什么动 我是直接从QIGP给的程式里面 稍微再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删除 它其实就丢这个给我 我只是把变数拿掉 然后把它贴上而已 所以这一段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理论上应该就只有改 其实什么地方好像都没改 OK 你把它乱乱看好了 那你说老师那是不是说同样的方法 我想要把这一个程式改动一下 假设我希望拿这一段程式嘛 把它换成去抓什么 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OK 记得吧 我们那个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这个表格 如果呢 刚刚的程式 我希望改动去抓这一个网页的话 网址在这边嘛 不不不 这个这个 这个广告 这个网址 把这个网址资料 把它替换一下 有没有 那你就直接怎么 把这边把它贴上吧 本来是这个网址的 Navigate后面改成大乐透 OK 那底下应该都不用改吧 那可能会需要改的 我觉得又更简单的 只需要改 你的大乐透的这个表格 你需要的表格是第几个 如果你找得到修改 答案就出来了 OK 当然如果你拿错的话 执行应该也可以爬得到东西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